51. 蘋果日報 新地長實夏月爆新盤戰東環初期行為港 升岸涉如千火 2015年7月22日地產樓盤B03本報信 踏入暑假,一眾發展商無異優戰 至少有五個新盤短期內有望推售 當中一對老冤家新地016、長實1113繼續針鋒相對 分別為推售東沖通環初期及紅磡為港 升岸密密軟銷,料上述兩個新盤 涉及超過1250伙下月火瓶 記者,陳東陽聲稱循迴多國宣傳的紅磡紅聯道7號項目為港 升岸,推盤終於進入棄育階段 唱實地產投資董事國指揮作五表示 本週美段將會開放示範單位與代理參觀 下午郵寄會開放與公眾及公布首張價單 定價方面會參考其他市區新盤 發展商有異樣長實發展的黃埔花園 海日豪園及海名軒的住戶優先參觀示範單位 同時週內將郵寄超過2萬份宣傳單 將到各區的藍籌屋苑、紅磡圍港 升岸提供321伙 包括九藏陽房、劉花期長約11個月 東環初期劉花期17個月死的新地 亦毫不適約 新地副董事總經理雷亭表示 集團維持越越有流賣 不單止銷售中的何文田天主將會繼續推售單位 部署下月公布東沖新盤東環初期的售樓說明書 並會隨即推售 對比東環一期成交赤價約1.1萬元 雷霆強調東環初期景觀較佳 加上過去數月同區物業不論新盤 益或二手造價均直接上升 所以戒時東環初期有一定提價空間 唯未有透露具體加價幅度 東環初期今年4月以獲地政總署批出預售劉花同意書 兩藏物業提供932伙 預計關鍵日期為明年12月底 劉花期長約17個月 新地代理助理總經理胡志願補充 東環初期面積與一期相約 一房及三房戶各佔總伙數25%及30% 而餘下45%屬兩房間隔 尖沙咀匯稅新預售劉花首次攝足一手物業銷售 的宏基資本2288項目 總監洪英偉表示 尖沙咀觀衝階7號新盤匯稅 延正申請預售劉花同意書 期望下月可獲批 匯稅提供66貨開放式單位 實用棉質約200方呎 定價將參考同區新盤 令市場預料久見034香港仔登峰 南岸及匯德峰020山頂Mount Nicholson均有望短期內推盤 至於週六曬推售350貨的房協長沙環新盤起回 截至昨晚裡收4300登基 超瓦營購如11倍 約1.4倍 3.6倍 3.6倍 3.6倍